现在,让我们来给MCAD一 round of applause 我们来给MCAD教授,Jody to deliver a speech 有请Jody 各位家长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再一次 跟大家在我曼彻斯特华人舞蹈学院的舞台上相聚 距离上一次,汇报展演已经时隔两年了 这两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封锁与隔离 尽管是这样,我们的线上舞蹈课程一直没有停歇 在去年的圣诞前夕,我们也举办了线上的舞蹈舞蹈展演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段特殊的日子 今天的这场演出对咱们的学员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他们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 在陪伴孩子们学习舞蹈的旅程中 我看到孩子们流过汗,流过泪 有时候一个动作需要练习非常多次 但是,舞蹈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 在舞蹈房的训练非常的枯燥 没有聚光灯,没有舞台,也没有掌声 我很感谢每一位孩子,认真努力的上我们的每一堂课 每当我们看到孩子,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 作为老师,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此,我和MCD老师们决定为学员们举办这场圣诞汇报展演 想通过这个平台,奖励孩子们的努力 同时也想通过这场演出 感谢所有的家长们的支持 是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才能促成我们今天的这场汇报展演 这一年,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学员们也都取得了飞跃的进步 收获了不少成就 今年年初,我校学员徐景希同学 参加了国际讨礼杯舞蹈比赛 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我们人见人爱的王子奥安娜老师 在比赛中作为教师组和民族民间舞组的第一名 获得了比赛的最高奖项 今年8月,我校8位学员 Hana Chen, Amelia Chen, Karina Wong, Jin Shi Shi, Marina Huang, Jessie Shi, Hailey Peck, Elisa Locke 参与了英国少儿电视栏目《Meet the Expert》 舞蹈主题小电影的录制 锦西小朋友作为Chinese Dance Expert 为英国观众们讲解了中国舞的动作特点 就在上个月,我校有26位学员 参加了IDTA英国芭蕾舞考级 并且全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 今年7月25日,我校有48位小学员 参加了由北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家协会 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考级中心主办的 由我校组织开展的首期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一到三级的等级考试 并且全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此次考试 我校作为英格兰的第二考点 成功的举办这次考试 意味着英格兰首度有了专业全面的中国舞等级考试体系 舞蹈本身就是小众艺术 中国舞在海外艺术圈里就是小众之中的小众 所以对于我们海外教学中国舞的老师们来说 就如同肯荒地 如今我们曼彻斯特的土壤上 已经开出了一朵朵的小花 我们要做的就是培育这些小花鼓朵们 让他们在阳光和雨露里尽情的舞蹈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我们的演出了 在我们今天的表演中 有大部分的学员都是第一次登上舞台 所以请各位观众在后面的节目中 为他们献上赞许的目光和鼓励的掌声 最后祝愿咱们第二节曼彻斯特华人舞蹈学院 课程汇报展演圆满成功 也提前祝贺大家圣诞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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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